这节课呢我讲一下怎么安装这个软件 这节视频呢 兼容我们这个霸道 还有指南者 这两个开板 如果我们没有特别声明不一样的话 那么都是兼容的 我们打开我们这个 指南者的光盘资料 光盘资料从目录上来说呢 我们这个霸道呢 也是一样的 这里呢我以这个指南者来演示 打开资料盘 在这个开发软件这里 第一个 QNDK开发软件这里 我这里有个声明 声明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Q啊 或者叫NDK啊 它是正版软件 如果我在光盘里面提供了呢 会涉及到一些 版权的问题 所以我这里不提供 大家可以怎么样子呢 可以去网上下载 或者呢去阿姆公司 这个提供了 这个网址里面的下载 我们呢打开我们这个VPT 如何安装Q5 打错了 我们打开这个PDF 这也更加很简单 主要是一些操作的步骤 如果你学过VPT 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软件 叫Q Q是不是 你们学习的时候呢 可能叫Q3 或者是Q4 那我们现在学习S12 使用的软件呢 也叫Q 但是呢我们不叫Q了 我们叫NDK 叫MDK 为什么这样叫呢 因为Q这个公司 被阿姆收购了 被收购之后呢 就改名叫NDK这个名字 在安装我们这个软件之前呢 我们有个注意事项 第一个就是 安装的路径呢 不能是中文 它必须是英文路径 不然呢 它会出错 这个要特别注意 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以前安装过 512Q 或者呢 是Q4的话 现在我们学习S12 安装这个Q5 那么你三个的目录啊 必须要分开 不然呢 它会有些冲突 这个Q呢 512Q呢 一般叫Q3 是不是 它呢 是不能用来编程 我们这个阿姆芯片的 Q4呢 是可以 但是我们用最新版本的 这个Q5 所以呢 我建议啊 如果你以前使用过Q4的话 那么建议把它下 这个卸载掉 因为我们这个软件呢 是向下兼容的 Q5呢 是可以打开Q4 新建的工程的 但是它不向上兼容 Q4呢 打不开Q5 这个新建的工程 第三个呢 就是 Q5的安装啊 比Q4多了一个步骤 以前我们安装完Q4的时候呢 然后在上面编程 上面有很多芯片选 比如说 LPC的 菲斯卡的 还有ST的 是不是 但是Q呢 把这个芯片Bower 每一个公司的芯片Bower 把它去掉了 如果你想 支持 你自己的芯片 那么呢 要手动添加 我们是不是要学习 SPM2 这个 SPM2 是不是 那我们要手动添加 SPM2 每个系列的 这个芯片的型号 不然呢 你先进工程的 就没有选择 第四个呢 就是 因为我们 每个的电脑系统啊 它是不一样的 有些的是 Win7 Win8 Win10 是不是 还有呢 还有人使用 SP 莫名其妙的错误 如果出现 这些错误的时候呢 当然你不要着急 先到网上 绕一下 这些 错误的几个方法 或许呢 很多人已经解决了 并且呢 把方法都 公布到网上了 是不是 好 我们先 接下来开始 安装 安装之前 我们先 要获取 这个Q5的安装包 刚刚我们说了 你可以呢 去按摩的官网 下载 或者呢 就到网上 搜索 搜索什么呢 你搜索 Q5 K EIL 下载 网上呢 就有很多 这些已经 网友提供的 你这下来就可以了 或者呢 有一些网友 他提供的 有这个 白兜盘下载 比如说 这个链接里面 他就有这些芯片包 还有MTK的软件 我这里呢 已经下载好了 在这个文明 这个是Q5 这个呢 是我们说的芯片包 我们 这个霸道跟指南者 它是N3 它是N3 属于F1系列的 所以呢 我们下了这个F1的芯片包 那么 至于这个包去哪里下载呢 等一下我们会说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安装 这个Q5的软件 我这电脑是这个Vin7 32位的 首先打开 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 点击Next Agree 好 Next 这个安装的目录呢 我们默认吸盘 我这里不修改 如果你要吸益误改的话 或者换上几条盘的话 那么千万这个目录啊 这个路径呢 你不要添加成中文 好 Next 这样的全部填 空格就可以了 就是键盘的这个Space键 好 Next 安装了比较久 大家等一下 安装完毕之后呢 我们还要安装 安装 这个STIME章的芯片包 这个包呢 需要去Q的官网下载 我们使用的是F4系列 我这里写错了 我们使用的是F1系列是不是 是F103的是吧 那么我们就去官网里面 下载F103的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安装 安装的目录呢 跟我们Q5呢 是一样的 我们先把这个安装完毕 这个时候呢 它弹出一个什么呢 它说是否你想安装这个设备软件 这个是什么软件呢 它说Installing Ulin Driver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Ulin是一个仿人器 是这个QM公司 这个开发了 它呢可以支持下来程序 还有呢在线硬件仿真 关于这个仿真器呢 我们自己也有 我们是这种 我们这个叫DAP 还有一种是高速版的 高速版是这一种 这一种 我们呢使用自己的 不用安装它的驱动 它这个还有一个 问题就是 网上卖的这些Ulin呢 都是老板的 它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如果使用官方的正版的话呢 可能很多人都吃不消 它要2500块钱一个 我们这里点击不安装 它这里呢传出一个Go 说Sharelease Notes 就是说 是否提示更新 这个我们自己以后手动更新 我们不用它提示 好Finish 现在就安装完成了 安装完成 它这里呢会弹出一个框 它叫什么呢叫Pack Installer 就是包安装这个包 其用这个包 包括了我们这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这里说的 S Timota 芯片包 这里呢 如果说你点击OK的话 或者说下来的话 好这个OK啊是 share this data i set it 我share它了是吧 关掉它 然后把这个框关掉 如果你从这里选择 更新这种Pack package的话 它很卖 因为什么呢 它需要连接网络 而且呢连接的是 Arm的官网 Arm的官网的服务器呢 它在英国了 如果你网络不好的话 就很难下载更新成功 所以呢 我们直接到它的网上去 再线下载 大家记得把这个关掉 好没有用了 One or more actions are pending Do you really want to ask 好是 我们确定要离开 不要 安装完毕之后呢 我们这里呢 桌面上就会出现一个Q5的困难方式 好这里我们先不要管它 现在先干什么呢 到我们这个网站 去把我们这个S Timota的芯片包呢 先把它下载下来 为了是以后我们可以在上面编程 看到没有 NT开 软件 PASS 我这里网速也比较慢 因为访问的是什么呢 Q的官网是吧 然后往下 然后往下啦 找到ST公司 在哪里呢 在这里 找到ST公司 这里面有F0的F1的 F2的F3 F4 F7 L0 L1 L4 这些呢 全部都是ST的系列芯片 我们今天学习的是这个F1 我们下载这个安装 如果某一天你想学习F4 后面我们有F4 还有F7 那么呢就下载这两个安装包 就可以了 点击这一个 好 然后下载 然后下载 下载的比较慢 其实我这里已经 刚这里啊 已经有下载好的了 叫QS2F1 这个什么DFT 这个点PAT 然后 我们把这个关掉 这里不演示 我们直接双击 安装目录呢 选择默认 好 NERS Finish 好 现在就安装完毕了 安装完毕之后呢 我们打开我们这个 KL这个软件 我们一开始是不是说了 我们这 我们这个软件 它是不是 正版的是不是 如果你讲 以后你编译的程序呢 超过32K 这个大小的话 它就不允许你编译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破解 关于破解呢 网上有破解的教程 比如你这样说 搜索 Q5 破解 这里网上有很多 Q5 破解 注册机 网上有很多 这个破解的教程 你可以跟着上面做 刚刚我们网上提供的那个 云盘里面呢 也提供了这个注册机 我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破解 如果你是公司的话 建议你还是购买这个 Q的这么多软件 我这里是为了这个教学 仅仅的是演示一下 首先打开这个注册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什么时候 就像这种 要是 有点 什么时候 这种 这种 要是 有点 这种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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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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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OK 我们再总结一下 安装这个Q5的软件的时候啊 千万要记得安装我们这个芯片包 我们现在安装的是 Stimosa F1系列的 如果你以后使用F4 或者是F7 或者其他系列 都要安装相应的这个芯片包 如果你使用是LPC 或者是F5 这些公司的 那么你就要下他们公司的 不一样的 好 这个 这一节这个安装Q5呢 我们就讲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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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